那另外呢要來關心到立法院最近朝野協商真的是吵個不停啊 三大戰場即將就要開打倒數了嗎 來看到哪三大戰場 包括了有明年度的總預算案的朝野協商 還有財委會排審的財劃法 司委會所排審的憲法訴訟法修正 這三大戰場即將就要來協商 在10月18號的時候卓奎他就有說 審慎思考要對此提出視線 但是協議院發言人李慧之他就馬上緩夾了說 當然啦這一切都希望可以在和諧的氛圍下可以完成 對此呢立委羅志強他怎麼說 他說啊這卓用泰好像就把大法官變民進黨後院的警衣衛一樣 被綠營看門專門攻擊在野黨 要就去走這視線的程序 但是呢他要提醒了 這個原住民禁法補償案在你視線程序之前 你應該還是要按照法律把預算 給編上去給補足吧 那麼民眾黨又怎麼看呢 他們是說卓榮泰這種前功後倔的和解 前面說和解但是後面呢又非常的硬 持續在抹黑的是在野黨 辜負了立法院長韓國瑜的一片苦心 因為還記得嗎 他們協商之前還有吃一頓快四萬塊錢的和解飯呢 結果是白吃了嗎 再辜負韓國瑜 不過來看到這個卓榮泰他要提視線嗎 這各界怎麼看他提視線的看法呢 像是時事評論員謝寒冰就說 那不然你就去好了 誰阻止你了 不要在那邊恐嚇大家 看看大法官直接判定違憲吧 要完就完大一點直接就去 還有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說 卓葵是把大法官當成圈養工具嗎 民進黨都是這樣利用大法官的嗎 但是呢對此 民進黨的發言人吳征他有話要說了 他認為說是國民黨找大法官還有憲法法庭的麻煩喔 朱立倫缺乏最基本的公民與憲法素養 這才是對中華民國政體制最大的傷害 但是呢無獨有偶 跟這個憲法有關的還包括了 工糧收購美工經濟將要調漲5塊錢 原本都已經說好了 但是農業部現在拒絕編列預算 因此呢立法院上會期 其實這個法案原本就通過 修會錢就已經通過了 但是農業部長陳俊暨最近的態度仍然強硬拒絕調漲 也因此這個立委張奇凱其實多次的就有跟陳俊暨在這個上面 已經有多次的爭執 到了現在仍然農業部不願意妥協 他就說難道農業部的成立目的不是為了照顧農民嗎 或者是說企圖讓稻農放棄耕作 但是居然要配合的是政府最近重光電的任務 這才是農業部真正的任務嗎 不是要照顧農民而是要服務政府 那麼剛所提到的三案戰火在立法院持續在延燒 而且在禮拜一就即將要上演攻防大戰 我們都知道總預算案已經五度的卡關了 還有其他兩大項有待要來協商 這議題是越對越多 現在朝野協商的情緒值也怒衝到最高點 總預算案五度卡關行政院長卓榮泰表態 需思考是否依法申請釋憲 立法院朝野戰火再燒 二十一號三案齊發 卓鬼是在打臉自己 你連副議都沒有提副議 你現在要說要提釋憲 這個是我們無法理解的一個說法 我們認為他根本就是藐視國會 踐踏立法院 顯然行政院還是態度非常的傲慢 而且又要拿大法官和憲法法庭 來當黨建牌了嗎 黨預算的絕對不是在野黨 卓榮泰甚至先放話說若為朝野和解 他可下台 最後底牌也被解讀是挑釁在野 提倒閣 周一還有再一次的朝野協商 真的走不通的話 那逼不得已尋求釋憲是最後的一個救濟 就是因為執政黨動不動拿憲法法庭 釋憲當黨建牌 藍尾翁曉玲提案修正憲法訴訟法 明定大法官總額人數 但當天超越協商 司法法制委員會 少了傅昆琦和林思敏 綠營一旦佔多數 恐怕發動杯葛 如果民進黨刻意要去阻擾 這一部法案的討論 或者是這個進入實質的一個審查 我想我們各種醫師手段 我們都會有硬硬的一個策略 再一次用違憲的修法要來癱瘓憲法 我說這是台灣憲政體制的超級核子炸彈 那對於政治的核子炸彈 那藍白旨意的要發射嘛 備受矚目的還包括財劃法 國民黨團版本擬在審查時 提出額外統籌分配款 為三千兩百零八億元 呼籲民眾黨的版本 判能合作 根據政院人士表示 財劃法跟憲法訴訟法 尚未到不得已釋憲的程度 但總預算案雙方互不讓步 就看超越學生能否和諧解決僵局 記者林之鋒 蔡平鑊 台北上報道 好 在野當然非常不滿了 因為民進黨動不動 如果一言不合就想要來釋憲 現在中時新聞網有一篇社論 它又說執政黨面對立院 不在一黨獨大的整個事實 從罷免 司法到釋憲 都一直在給在野黨壓力 甚至竹葵面對藍尾的質詢 說如果為了朝野和諧 或是民進黨招數還沒有用盡的話 最後的底牌 恐怕是要來挑釁在野黨倒戈 而說到這個視線呢 您還記得嗎 在10月15號的時候 這個撫蜜潘孟安是率領大法官提名人 來拜會韓國瑜 當時候的說法在會後 潘孟安是說相談甚歡 但是呢 現在有可能的一個做法 就是這個立委李彥秀就說 有可能啊 這個到最後國會改革法案 在釋憲案之後呢 有可能是大法官 可能獲得立院同意通過的可能性 也就不高囉 因為呢 有可能會凍結大法官 但是呢 他們認為說 這是民進黨自己種的因 苦果得由他們自己來嘗 而這國會改革案的憲法法庭即將就要在10月25號來宣判了 到時候就會知道這個結果是違和 但是呢 立委李彥秀也對此 他是發表了看法 他說國會改革法案 主要的條文 被判決違憲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如果大法官最後淪為政黨的工具人 或是為事小弟的話 恐怕這個最後結果是民主政治最大的悲哀 那麼民眾黨也說了 說上一次死刑事件的爭議當中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憲法法庭的表現真的是荒腔走板 而且喪失了社會對他們的信賴 至於學者怎麼看呢 來看到政大法律系的副教授廖元豪 他就說了 他認為說 通通宣告核憲就是不給執政黨面子 所以比較合理的做法呢 是會不分核憲 不分不核憲 不核憲的部分包括會挑一些條文比較粗糙啊 定義模糊等等 認為說要更仔細的來寫 但是他說整個的關鍵會是在罰則上面 因為如果把罰環全部都打掉的話 等於是弄了半天回到原點跟以前一樣 否則希望這個法官不要雞蛋裡頭挑骨頭 否則以後國會就會難以制衡政院 而現在可以看到國民黨跟民眾黨 在立法院是聯手 剛提到了第五度檔下的明年度的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嘛 閒議院長卓奎就說他要提出示現 時事評論員憲寒冰就認為說 其實民進黨根本不敢真的提示現 因為他們其實很清楚 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在硬拗 如果真的提示現 結果認定沒有違憲 不就是證明說民進黨都在胡說八道嗎 卓榮泰現在到底打算幹什麼 其實我跟大家講 卓榮泰什麼事都沒想幹 我覺得他現在就是無所謂 反正死豬不怕開水燙 你們要這樣我就跟你玩到底就對了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的 老實說他們如果真的要示現 早就提示現了 對啊 那你為什麼不提 就是很簡單嘛 他們知道這個案子如果提示現 他們會出大包嘛 如果示現結果是沒有違憲 那就表示他們過去這陣子全部都在胡說八道 如果是違憲那就糗了嘛 那他就整個會大翻船 以後立法院完全不能夠提這一類的案子 他們自己也會被害到 民進黨信心得很清楚 他們是在硬拗 他目前是在硬拗 所以卓榮泰的策略其實是幹嘛 你知道 他胡你的 他不會真的去提示現 他就準備跟你硬拗到底 民進黨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你知道 就是他們說謊完全不會臉紅 而且他們說謊跟吃白菜一樣 張嘴就來 你知道嗎 真的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面對這樣的黨 我說真的 你在野黨必須要 仔細去想想 你怎麼要去破除這個東西 電價調漲感覺起來是勢在必行了 經濟部長郭智慧才說 撥補台電兩年內還漲電價 他就要走人 但外界盤點今年光是買綠電 就花了一千三百一十一億 等到離岸封場 光電廠都陸續完工之後 後年採購綠電的成本 又要飆到兩千兩百億 這名聲用電勢必就是要漲啊 而且從10月開始 產業電價每度已經漲到了4.29塊 逼近南韓的4.65塊 外銷的競爭優勢不在了 就連我們的台積電都要吃不消 經濟部長郭智慧 自立軍令狀撥撥補台電兩千億 兩年內若漲電價他就揍人 但外界並不樂觀 因為台電今年採購綠電就花了一千三百一十一億 比去年膨脹了四百零六億 接下來 握序大彰化離岸封場 天鋒允能風場 還有各名光電廠陸續完工 明年採購綠電出估會達一千九百億 2026年更會飆到兩千兩百億 台電採購綠電的錢只會大幅上揚 它的裝置容量越來越大 等於台電要購買的電量就會越來越多 你的總共費率又訂得很高 太陽光電它一度的總共費率佔近五塊錢 光電一度費率快要到七塊錢 兩年內台電採購綠電支出就會破兩千億 加上核三便宜機組退休 除非國際燃料成本大降 否則兩年不漲電價注定跳票 明升電價恐怕無法再動漲 郭志維話講得太早 化石燃料價格下降的幅度真的沒有那麼大 如果現在還是以輸電價格 比它原來發電成本還要低的情況底下在經營 那明年就非常有可能會繼續調整電價 電價一漲就萬物介紹 他又不要用便宜的一度一塊多的核電 我們是不是要繼續的去撥納稅人的錢 來撥補台電呢 如果台電不能夠改變 它的錯誤的能源政策 只會讓台電越虧越多 10月起產業電價每度漲到4.29塊 逼近南韓的4.65塊 外銷競爭優勢不在 光是台積電電價一連狂漲71% 都快吃不消 連台積電都受不了 你這次試吃的漲價 它的過電成本增加了將近一倍左右 他們的獲利被減少了一年大概100億 民進黨高費和華打錢 買綠電數據擺在眼前 兩年內藥部漲電價 恐怕只是空口說白話 記者張正銘 曹廷涵採訪不到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編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